他是当年用来预留说 如果工厂要扩建的那个空地 跟着文石老师的脚步 从台北新地标大巨蛋 一路走到市定古迹宋山烟场 小朋友们开心聆听建筑背后 不为人知的小故事 觉得很开心可以写到建筑的知识 上一次我也有来参加过 然后爸爸就说 可以让我来看一下那个建筑的特色 不但没有用句子 他是直接在下面先接好之后 直接运上去跌起来 我觉得很厉害 文教基金会以建筑本业出发 开办建筑走读活动 今年一共举办八场 在国小三到六年级的小朋友 走到户外探访知名景点的 历史人文脉络 一路陪伴的企业志工 同样收获满满 与其在就是看从出本得到知识 然后不如自己行走 获得的收获应该会更多 借由室内到户外的话 其实可以增加他们蛮多的一些想象的空间 他们问出来的问题 其实都会蛮颠覆我们原先设立的立场 依照区域特色 建筑走读活动还规划手作体验 一步步指导小朋友剪出立体书 更深刻认识建筑的特色与工法 建筑走读的用意是带很多小朋友 去认识自己的环境 实际上建筑本来就在环境里面 所以包括你可以从平常看到的楼柱 墙板 景观 立面等等 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建筑跟环境之间的关系 小朋友们在新旧建筑的走读下 看见历史的更迭与城市的不断进步 未来也能用不同的视角发掘生活周遭建筑之美 东森新闻江青康萧景云在台北三宝报道